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Q 每天五点半自律起床 从宜然到台北上班 我喜欢用早晨习惯 为自己打造美好的一天 五点半脑装响起 起身第一件事情 喝一杯温开水 喊醒身体 接着展开瑜伽垫 穿上运动服 坐下来深呼吸 冥想五分钟 准备好展开心的一天后 我会做个简单的十分钟运动 有时候是皮拉提斯 有时候是间歇运动 在重复中加入一点变化 是持之遗痕的方法 另外好看的运动服 也可以提高想运动的意愿 十分钟后 不论有没有流汗 我都会进浴室洗澡 让自己更加的有精神 我的衣服只有二十四件 平时很懒得思考要穿什么 所以特别喜欢 这种简单又百搭的衣服 它不只是运动服 也是时尚的外穿单品 配个外套 胸鞋鞋 就是另一种穿搭 把自己打理好之后 我会泡一杯黑咖啡 这就是我的早餐 目前没有早上进食的习惯 我认为这样能够让思绪更清晰 工作起来也比较有条理 走向书桌 坐下之前 我会关心一下 外头渐渐亮起的天色 每天的天空都长得不太一样 因此 我特别期待 起场睁开眼睛的时刻 接着 打开自己设计的手帐本 写下 我希望今天是怎么样子的一天 还有三个清单 特别是 To feel list To be list 以及 To do list 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感受 和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这两项绝对比 To do来得重要 写完日记后 就是我最喜欢的阅读时光 我真的很喜欢看书 不仅能够学习新知 还能带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7点10 我的手机会调出通知 提醒我 要出门上班了 我是NanaQ 每天5点半自律起床 从依然到台北上班 我喜欢用早晨习惯 为自己打造美好的一天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抢先收看最新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